大家好,我是徐晓东,今年是2020年的1月30号,我现在在曼谷给大家直播,我等一等来的朋友们,完了之后有开始,今天是他们痛骂落水狗,妈的,一堆事儿,一堆事儿,刚开始,刚开始,我现在在泰国, 等大家都来了,我就开始,现在已经开始了,首先,大家好,大家好,今天很重要,今天的事儿很重要,完了,如果大家方便,现在呢,先不用听我说,先拿起手机,发一下其他的朋友们,让所有的朋友们能看我这次的直播的,看这次的直播,还是那句话,有可能看一次少一次,但这次很重要,因为我在泰国,我直接换了卡,我直播的, 我直接换了卡,因为我告诉大家,中国的卡在泰国,你翻墙,你不用翻墙,但是你上不了网,你上不了外网,你上不了,上不了什么油管,至少是我是这样,我是这样,我操现在以后,他们说话都特别小心,妈的,哎,他们现在是海外民革, 我倒露了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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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们现在什么都别管,你们现在就发朋友圈,完了,让能看见我这个视频的人,今天一定看这视频,一定看,我现在在泰国,今天说的事儿太他妈重要了, 对不对,所以说就是我的号不行,我重新换的卡,我重新买的卡, 这他妈温哥,他妈的,海外温哥,温哥,他妈的,我还那句话,大家我再重复一下,今天的视频很重要,能转发的转发,发朋友圈什么的,或者不管你们用他妈什么其他的, 让大家尽快看,现在又看,现在又看,因为特别重要,特别重要,现在微信就开始管控了,非常非常严,我身边的好几个好朋友,好几个哥哥,都是正经买卖,正派人,无故被封,也别说无故了,就是,谈论点疫情的事儿,就被封, 而且是永久被封,特别可怕,现在我对于腾讯这个微信团队,感到了恐惧,现在全国都是在恐惧当中,我没开玩笑,所以说今天的特别重要,今天国内,国外,我他妈都骂,骂的对不对,骂的在不在里,都在今天这里头, 所以希望大家,啊那句话,等等,完了之后,现在先转发一下,我就在这直播,对,请大家快点,这哥们说的对,我他妈的吃过屎的人,我怕什么呀, 东哥是吃过屎的,你们有几个吃过的,我是吃过的,我他妈什么都不怕,今天是怼完了国内,怼国外,对,还能,如果这个还能有用,就转,不能转,接下来,几个岛,操,底下就是paper,海外那帮文革的,啊,那帮傻逼,不说祈祷吗,就提到了,对了, 谁像你们这帮傻逼啊,有后台给钱,操,一帮傻逼,威功齐齐的,骂点人,就他们给挣钱了,骂点国内的事挣钱了,你们这帮傻逼,我徐晓东在国内呢,啊,我今天什么话都直说了,我告诉你们,傻逼,我他妈挣的钱,光明挣大,不像你们,操你妈,浅屁眼挣的钱,我操你妈,一帮傻逼,海外民运那帮傻逼,操你妈,今儿就怼,啊,大家知道我怼谁吗,转发,马上我就还是怼,啊, 大家来转发了,不惹我吗,烫你妈,你好,哥们,咱们先聊一天,我呢,还那句话,五分钟后,正式直播,现在你们能拿起手机来,转发一下,转发一下,啊,五分钟之后,我再播,现在跟大家先前逼撤谈,国内,国外全骂,徐晓东不,没有后台,也不需要,所以国内公外, 我全骂,我操你妈的,你们这帮傻逼,无奸道中道,哪是他妈无奸道啊,无奸道中道,操,你妈的,底下是我的paper啊,能转的,转,不能转,垃圾不倒,看热闹的,随便看,想爱骂的,过来,就这么简单,啊,日本的雪哥,是我管理员,谢谢雪哥了,雪哥,今天麻烦您跟这帮日榜兄弟们,也看一看我直播,啊, 觉得徐晓东说的不对的,今天咱们好好聊,我跟你们都说出来,今天我在泰国,妈比我什么都不怕,来,继续,觉得我说对的,哥几个,帮我转,好吧,就这么简单,今儿他妈太重要了,今天,太重要了,我再说一遍,我在泰国,我在泰国,我休假,我全家都来了,我休假,啊,不是逃难,啊,不是逃难,就是休假, 但是我刚收到通知,回去必须隔离14天,我在这里也承诺,我,徐晓东,坚持,听从,这个,这个为人民好的事,所以,我自动隔离,我自动隔离,啊,就是不想传染其他人,其实我,他们什么事都没有,操,什么叫传染啊,就自觉,我自觉,啊,兄弟,不能吻啊,我这样的傻逼,草根都被说成他妈外宣,都给我闹文革了, 操你妈的,不能吻了,今天,没吻,今儿没有吻的了,啊,各几个,发,还有三分钟,现在6点02分,我十分钟,正式开始,啊, 操你妈,在泰国,完了之后,为了干傻逼,开始锻炼了,我还说这两天,大家瞇着,都妈的没锻炼,真开始锻炼,打傻逼了,操你妈,泰国在,谁在泰国的臭傻逼啊,海外那帮文革,操你妈的, 就是我挨个的点名,就是牛逼吧,就是挨个的点名,啊,傻逼,不查我吗,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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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 二月份回去,那马上就二月份了,对吧,还不知道谁不熟呢, 赶上了吧,今天赶上了,算他妈捞着了,就是海外,海内,我全鸡巴骂, 傻逼,太鸡巴坏了,就是告诉大家,啊,现在我还剩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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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还剩三分钟,对, 让所有人来都在看我直播,啊,别管你妈比你是这晕,那晕,这组织,那组织,我烫你妈都来看, 看看这我挨个骂,为什么,啊,我把证据都拿出来, 我微信封了,刚他妈解封, 还能解封, 感谢微信啊,还能让我解封, 好几个好哥哥,永久封, 没说什么,就觉得议论点实事, 你妈就封了,日本的兄弟们,你们好啊, 你们好,还是谢日本的兄弟们, 口罩,美国的兄弟们口罩, 闹门前他妈的友好国家,都是他们的敌人, 你妈, 台湾的事有台湾的事,我一样支持台湾, 支持我们的台湾,一样支持什么, 支持打架,支持说实话, 都是同胞,同胞不打同胞, 我在泰国,东哥在泰国,干那帮傻逼, 还有最后还有多少时间, 还有两分钟了,还有一分五十秒, 大家能让人赶快过来看,赶快过来看, 能让人过来看,过来看, 妈逼的,今儿咱们聊嗨了, 流量有的是, 大不了明儿接着买卡, 国内的卡在这儿,没法上那个YouTube, 我的是这样啊, 可能被管控了吧, 所以我换卡,去你妈的, 手机我换都行, 无所谓, 不是支持台湾, 我支持他们有良知的中国人, 知道吗, 因为台湾我知道99年发洪水, 一直到2008年的地震, 台湾这个地区, 为我们中华大陆捐了他们好几百亿了, 知道吗, 操你妈的, 当然他们感谢人家了, 一张才三级流量, 用, 我今儿用完了, 我明儿接着用, 没事, 我现在就用流量, 待会我再用酒店的WiFi, 我明天就换卡, 我就告诉大家了, 今儿必须说嗨了, 今天没有他妈的一个半小时, 今儿完不了这事儿, 就是完不了, 还有最后40秒直播, 45秒, 没吸过, 不吃了, 妈的, 真他妈被我说中了吧, 我1月6号在上海直播, 我说了, 大家赶快锻炼身体, 这他妈马上出大事儿, 真他妈出大事儿了, 对吗? 流量不太稳定, 喝出去, 好了, 还有25秒直播, 还有啊, 教你们那帮海外的所谓什么, 没民运帮人都给我叫我了, 操我妈一个个的说啊, 今天, 瞎几个菜, 跟他妈文革, 你妈的逼跟文革有什么区别啊, 操我妈什么傻逼, 还有这么多文子, 三, 二, 一, 大家好, 今年是2020年1月30号, 我叫徐耀东, 我在全家在泰国旅游, 完了之后, 二月中旬回北京, 完了我自动隔离, 这是第一件事, 第二件事, 说一下泰国, 你们先退, 还转播赶快转播, 全是什么新闻的吧, 还是泰国, 我从中国出境, 有安检, 而且那安检是比较严格的, 因为这个疫区的事, 所以必须要填我们的详细的地址, 详细的姓名什么的, 我们填完之后才入关, 入关的时候, 过关的时候也是电子射头什么都照着, 一看我们全家正常过去, 通关一届正常, 来到泰国, 飞机上, 跟大家说这个航班的是原定的是300多人的航班, 实际来是186人, 完了之后, 大部分都是退票, 不来了, 完了之后担心在飞机上, 所以我们全家都是戴口罩, 完了拿酒精消毒, 我再说一遍, 北京没他妈酒精了, 没有八次消毒液, 超市没有, 药店没有酒精, 这是我徐曉冬说的, 这是紧缺货, 北京别的还是有, 继续, 完了之后, 我们拿茅台, 拿二锅头, 什么5356二锅头啊, 搁到他妈的喷雾剂里头, 允许在100毫升以内的, 我们上了飞机就开始喷, 完了走到哪儿, 拿酒精喷, 我再说一遍, 酒精其实比他妈口罩好, 完了喷,喷完之后抱着孩子过来坐, 完了在飞机上, 真的是每个人离得好像都挺远的, 因为180来人, 最后就他妈的是, 300多人的航班, 就剩180来人了, 完了之后, 喷完之后, 到地方, 到地方来, 进泰国安检呢, 还好, 泰国的过关之后呢, 他也有那个电子的红外线的照理, 泰国人确实在机场的都是戴口罩, 我徐曉冬再说一遍, 我徐曉冬尊重任恨所有人, 所以我不管在北京的国外, 我也戴口罩, 但是我认为戴口罩是没用, 但是这是我认为大家随便戴, 而且我也戴口罩, 我戴口罩是为了尊敬别人, 不想给别人带来不必要的麻烦, 但是我认为没用, 还不如酒精喝酒呢, 对不起啊, 这个是我自己的谣言啊, 你们别信啊, 好了, 咱们继续, 口罩你说戴, 那就戴, 你说有用, 那就有用, 但是我觉得没用, 我就告诉大家了, 人的命千通镜, 套你妈的, 我不戴口罩就死人是吧, 你们家发明的, 谁他妈说的, 没有什么怎么概率的事, 就跟他妈出去被车撞死似的, 一年全球有他妈的上百万被车撞死的, 我又问你, 你他妈还出不出门了, 开车, 对吗, 咱们不装逼, 所以单来了, 口罩, 我告诉大家, 我到这, 我在泰国一个岛上, 那么这的口罩, 目前还有, 但我不能说是哪, 为什么, 又被中国人抢光了, 我去腰店的时候, 已经中国人开始买了, 我呢, 也怂逼, 我就买了一盒, 我也怂逼, 买了一盒, 东哥是个怂逼人, 闲人君子, 您好兄弟, 好了, 咱们这些泰国的事, 简单就聊了, 好了, 开始聊今天的重要的几个问题, 好吗, 咱们今天主要, 陈秋实, 陈秋实都是陈茶老调了, 我现在是越看秋实的视频, 我他们心里头越沉重越激动, 我为什么, 因为我今天, 我在珠海的朋友李锐, 就说这边说, 东北人李锐, 就跟我聊, 我们就聊, 人家他妈的就觉得什么呀, 说, 说陈秋实那些大外宣的人, 待会再说我, 我没有说百分之百, 陈秋实不是, 我不敢说啊, 但是我再说啊, 其实我的态度我都说出来, 待会咱们再说我的事啊, 先说秋实吧, 我说不管压是怎么着, 压他妈不要命了, 一个人他妈的跑到武汉去, 好, 你们说有人他妈帮他这要纳了, 帮他维护什么的, 我徐晓东真不知道也不信, 但是我就说按你们所说的逻辑, 谁他妈不要命了去, 我就问问, 各个医院跑, 各个医院跑, 跟也跟口罩哥聊, 口罩哥说实话我不认识, 我也不熟, 但他说的话我觉得挺好的, 秋实跟口罩哥谈了一多小时, 我徐晓东下了, 不下发了60个短信, 我告诉你秋实说重点的, 我知道秋实看见了, 但是我也明白, 以秋实的性格, 人家不解释, 行动来证明, 所以我徐晓东放心, 放心, 这两天看完秋实的视频, 不好受, 特别不好受, 我到时候再发二人门, 到时候再转, 但是你们转天到点, 我得把话说完, 特别不好受, 我什么觉得秋实不容易, 他冒着生命危险, 给大家报道真实的事件, 而且他今天的视频和昨天的视频, 你们看了吧, 你们告诉我, 哪个他妈部门, 哪个他妈的宣传部, 他妈的能让他妈的秋实说这种人话, 说这种话, 那他妈这个部门, 到底是他妈的是哪的人, 是不是造反呀, 你们不信, 你们看了秋实的那个频道, 人家秋实发的那视频, 哪个他妈特务卧底大外宣, 能说出这种人话来, 你们琢磨挪吗, 说他妈秋实大外宣, 我徐晓东不相信, 但是有人, 我的朋友, 我的朋友圈也有人发, 也跟我说, 所以我尊敬你, 但是我不相信, 就是这么简单, 因为秋实, 再说一遍, 哪种特务混蛋大外宣, 能怕妈的跑到武汉, 不要命的去报道, 哪种他妈大外宣, 能在昨天和今天的视频当中, 说出那种有人性, 他妈牛逼人知的话来, 你告诉我是谁, 你告诉我是谁, 我告诉你, 我徐晓东这辈子没见过, 如果他妈我徐晓东认错了, 陈秋实, 他他妈是的话, 我他妈徐晓东, 我就觉得白活了, 不是我跟他多好, 都相信他, 你们看他的频道, 如果你们是个普通人, 你们看看他频道, 他他妈的不要命的去武汉, 你们他妈说他是大外宣, 大外宣能他妈说出那种话吗, 那种他妈人性的话吗, 我发了一个朋友圈, 我发了一个朋友圈, 我说他妈的北京话, 就是咱们现在中国人, 我再说一遍, 现在的中国人要有点人情味, 这是北京话, 我就发了这个, 之后我的微信被封了, 你们知道吗, 被封了, 我就说中国人有点人情味, 以前那是武汉的肺炎, 现在弄成全国, 之后把武汉人当成那妈的敌人, 我北京人, 我心里都不舒服, 我不舒服, 因为我他们03年分点过, 我知道怎么回事, 那么看不起我们北京人, 我们开车车去, 不让我们出去, 不让我们禁锁, 不让我们住地, 你们是北京人的回卷, 就像那样, 瞧不起我们北京人, 我对武汉人感同身受, 全国界到处的喊, 我们支持武汉, 一见武汉人, 滚蛋, 这是真的, 这是真的, 我身边有好多人都这样, 哎呀, 我们支持武汉, 武汉加油, 你看这是武汉人, 滚, 我在泰国, 就今天, 住在这, 我们那一哥们也过来了, 他们家呢, 我们他们的普通房间, 他们家呢, 一个那种什么, 一开窗的是泳池, 是好几个房间公用的泳池, 完了之后呢, 我们哥们说, 小冬你看, 这是我们来换了衣服, 我女儿进去游个泳, 完了之后, 旁边那些人玩打招呼, 一听是北京人, 就是中国话, 还说呢, 你好, 人家招呼都不打, 赶快上来上来, 别游了, 过去吧, 什么意思, 一听是中国人, 一听是同胞, 离同胞远点, 靠你妈, 我也没, 我也没辙, 你说人家为了命, 躲远点, 有什么不对, 东哥别跟畜生讲原话, 说的对兄弟, 但我今天, 我他妈对畜生就讲原话, 妈呀, 咱们接着说啊, 所以陈秋实这事呢, 我还是明摆着告诉大家, 我相信陈秋实, 因为没有任何一个大外宣, 在这个时期, 敢到武汉, 敢说出这样的话, 你们说外宣, 首先他们那傻逼, 应该在外头吧, 你们在外头那帮, 我上优管, 我都不说话, 我看那帮人说, 各种各样的人说, 有他妈一半都臭傻逼, 你们知道你们那的, 我孙子, 你还回他妈中国, 你回北京, 你胡去过武汉吗, 你知道他妈怎么回事吗, 你骂了逼就胡说八道, 完了洗脑一帮他妈, 外外的海外的一帮傻逼, 你骂你妈, 中国不像你们说的, 他妈那么黑暗, 也不像你们说的那么, 他们连结, 这是实话, 但是我徐晓东说他妈人话, 我他妈的不能偏向任何人, 我他妈说人话, 像今天秋实的视频, 人家秋实, 我一听, 他就知道了, 我给他推特留言了, 我就告诉你们, 陈秋, 我还没看呢, 因为我他妈被封了, 我刚刚上, 我就直播了, 秋实, 我还没看他给我留言, 我还没给我回复, 我还没看呢, 秋实肯定知道, 我孝东告诉他了, 预警了, 我秋实你必须要解释, 但秋实那句的不解释, 但是这个话, 秋实在这个视频你们看, 陈秋实的频道说了, 不要命了人家到处这, 你妈的逼你还叫个大外宣, 我告诉你们海外民运, 这帮傻臭傻逼们啊, 不个别的, 个别的, 你妈的逼你们, 就他们文革余孽, 我靠你妈, 你们还他们新空建立, 你妈的逼你都得我操你妈, 你们这帮傻逼, 骂他妈人找死的人, 操你妈的, 你们这帮他妈一名, 操傻逼, 一个个的, 哎,大家好, 我先门员某日, 我跟大家聊这个, 去你妈的, 你们来过中国吗, 操你妈的, 我听我某某的报道, 我听我某某来国内跟着跟我人说, 我听过我的线人, 我听过某某人说, 说你妈的逼, 我操你妈的, 我倒就说是谁啊, 操你妈的, 咱们继续, 所以我告诉你们啊, 海外这帮所有人, 我操你妈, 说我徐晓东大外宣, 先别说我徐晓东了, 他说陈秋实的, 说陈秋实大外宣的, 我徐晓东不相信, 我不会玩命骂你们, 我不相信, 等秋实回到北京, 我一定要去问他, 一定要跟他聊, 但是我现在想的就是秋实, 他的事不想解释, 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性格, 我的性格就告诉我是这样的, 那么秋实的性格是不仅是行动证明的, 我跟秋实我们俩不在一个档次, 秋实在他妈上面, 我他妈小逼民, 人家秋实他妈的为国请愿的人, 为民请愿的人, 我就小逼民, 替一些小逼民的人说点话, 没别的, 我很怂逼, 我很怂逼, 陈诗汉人家也牛逼, 人家现在跟总统聊天, 跟领导人聊天, 我人家都比我高大, 所以我他妈的有管这些粉丝, 我要不要无所谓, 你们别他妈说支持不支持, 去你妈的, 你们支持他们该支持的人, 我修耀东就一小逼民, 整天骂骂咧咧咧, 不服就干, 我没别的本事, 探你妈的, 就我他妈好眼了, 兄弟你说的对, 这样打这帮傻逼, 我探你妈, 好了, 咱们继续, 秋实的事, 一会说, 先说我修耀东, 好吧, 现在特牛逼的事, 连巴修耀东都说出来了, 对吧, OK, 我今天到泰国了, 我也想说, 先看照片吧, 这他妈基本女的, 这他妈女的谁啊, 这女的, 这女的叫, 怎么说, 这女的叫卡, 卡丽什么, 卡丽西, 巴一巴, 徐耀东啊, 巴巴, 陈修实啊, 这哥俩绝逼绝活, 胜别, 级别胜过鸡腿潘, 鸡腿潘是谁, 鸡腿潘是你妈的逼吗, 套你妈, 这叫什么, 卡丽西, 你妈的逼遭逼娘们, 见逼玩意儿, 你妈像那长得操心, 傻逼, 给你妈他妈脸操肿了吧, 傻逼娘们, 我告诉大家啊, 这叫什么, 卡丽西啊, 不管你家哪的人, 去你妈什么木兰访谈, 访你妈的逼, 就你妈木兰呐, 你家跨了而背心吧你, 臭傻逼, 给你家他妈操脸操肿了, 我操你妈, 说什么, 说他妈的, 徐耀东是他妈的, 哎我操你妈, 说我是大外宣, 说我隐藏的够深的, 我先告诉你, 大家听我说啊, 我徐耀东在今年八月份上的油管, 我就说我他妈要有移民, 我要走, 没错吧, 兄弟们过证明, 这傻逼说给大家爆料, 徐耀东开始移民了, 我他妈早就开始移民了, 傻逼, 我说的, 澳大利亚, 美国, 日本, 加拿大, 西新兰, 马来西亚, 还有什么第二家园, 对吧, 我都听说了, 我选了国家, 我现在正在办着呢, 办的流程非常好, 我在等着呢, 就这么简单, 怎么了, 还秘密, 秘密你妈的, 逼, 就去澳东我他妈八月份上油管, 第一天我就说了我要移民, 不信他妈所有人看我, 有他妈证据, 有视频, 大家去看, 傻逼, 告诉大家一个秘密你妈的, 逼, 秘密你妈的, 逼你是不是没毒啊, 操你妈, 叫什么呀, 卡丽辛, 你妈了, 逼, 很多人说他妈的你憋, 学友东憋憋憋憋, 他有后台后台你妈了, 逼, 瞧你家长这些操性, 操你妈, 你妈脸他妈被你妈操肿了吧, 操你妈傻逼, 咱们继续啊, 我为什么恨你们知道吗, 现在, 像什么中美贸易战那他妈都无所谓, 现在是国难, 现在是国难, 我们国内那疯得跟傻逼似的, 你们国外这帮民运, 所谓的民运, 你们能不能为老百姓做点事, 别老, 他是特务, 你们妈的逼你们文革是吗, 现在他妈的中国什么造型了, 老百姓都担心, 都他妈戴口罩, 你能他妈你们, 还他妈为民请令, 请你妈了逼了你们, 你们能为老百姓做点事事吗, 我看你们谁回来了, 谁去他妈的是他妈的看望谁了, 谁去真实报道了, 只有陈秋实在报道, 你们干嘛呢, 你们他妈的就他们坐点逼, 逼你妈了逼, 臭傻逼, 今天该骂的全骂啊, 这什么卡丽西什么木兰访谈吗, 你妈了逼, 操你妈, 今天我说的啊, 徐晓东这一点逼民粉丝们, 你们要看木兰的支持案子, 就跟徐晓东划清界限, 我徐晓东就操你们全家的妈, 你们都是傻逼, 打今儿起啊, 什么木兰访谈这么卡丽西, 我徐晓东第一个盖了, 这有一臭傻逼娘们, 你们要支持他, 你们就等于骂徐晓东, 你们就滚蛋, 就等我们事不良力, 为什么, 现在是国难当头, 中华民族威望的时候, 我说是人, 不是政府, 是人, 操你妈, 你们他们来回抓特务, 你妈了逼人家秋实, 他们深入到武汉去, 他们你们他妈的说大外宣, 好, 你说陈秋实大外宣, 陈秋实他们说点别的话也行, 人家说的都是良心话, 他们怎么就大外宣了, 好, 咱们不说陈秋实, 徐晓东你没去武汉, 你没有发言权, 我徐晓东不说了, 说我, 我操你妈卡丽西, 你妈了逼, 你家说陈秋实说陈秋实, 我自私, 没事, 说陈秋实吧, 我撑死了妈妈你, 你他妈说我, 我操你妈死全家, 你妈了逼的, 你家臭啥臂丧娘们, 他妈爱滋都他妈的便宜, 你操你妈, 非得爱滋爱全面得, 得你家脸上, 我操你妈, 你家脸上就写的爱滋俩事, 我操你妈, 逼, 我操你妈的, 大家明白吗, 卡丽西我操你妈, 什么后台后台你妈了逼, 跟我没关系, 我告诉你啊, 卡丽西, 现在兄弟们, 录屏录屏, 现在我把这话, 我转达到卡丽西那丑啥逼, 什么木兰访单呀, 现在开始啊, 十秒钟, 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, 木兰传奇, 卡丽西, 是叫他们卡丽西吧, 我都不知道你俩叫什么, 卡, 卡丽西, 你听着啊, 你敢跟我徐耀东对赌吗, 我先今天, 我先等我骂你啊, 你跟我徐耀东对赌, 你们查出徐耀东是他妈大外宣, 是他妈的某某部门培养的, 或者宣传的, 或者是策反, 或者招案的人, 完了出来做什么行动的, 拿出证据来, 如果证明徐耀东是的话, 我徐耀东今天开始发誓, 如果是我徐耀东退出所有的视频平台, 不管是国内的和国外的, 卡丽西, 我操你妈, 操你阿门, 你敢跟我赌吗, 如果我不是卡丽西, 我操你妈, 很简单, 你都不用费减SI, 你就退出所有直播, 退出互联网, 你敢吗, 我徐耀东今天敢拿这个发誓, 敢拿这个给你对赌, 你个骚逼, 我操你妈, 卡丽西, 所有的网友, 不管是国内的和国外的, 大家他妈的, 你们他妈支持, 支持你妈了, 逼无所谓, 敢赌吗, 问问卡丽西, 敢跟我赌吗, 搁几个, 你们转过去, 徐耀东不赌你妈了, 逼的全家命, 我操你妈, 也不赌你妈了, 逼肺炎, 我就赌你, 谁他妈的说错了, 谁他妈的退出整个全球的互联网, 你敢吗, 明白了吗, 兄弟们, 把这视频录下来, 发给那卡丽西的骚鸡巴娘们, 操你妈, 好吗, 还有所谓那帮民运的, 打他妈几十万粉丝的, 去你妈的吗, 你妈了个逼的, 我又告诉你们啊, 去你妈什么, 刘洋下, 下你妈了逼, 上去操你鸡巴, 妈了逼的, 就骂, 卡丽西你妈了逼, 支持卡丽西的, 全家全家当肺炎, 就我说的, 支持卡丽西的, 全家当肺炎, 我操你妈, 把我他妈薛小冬给扇过进来了, 这牛逼, 我告诉你们啊, 油管, 为什么骂你们知道吗, 你们问问你爸你妈去, 在文革的时候, 怎么整人, 怎么害人的, 十年大革命, 十年文革, 他们三年自然残害, 死了多少中国老百姓, 都是人斗人, 人整人, 不干人事, 操你妈, 你们现在这帮海外的个别海外的臭傻逼们, 就卡丽西这种傻逼, 开始做这事, 到处的山风田火, 挑拨离间, 到处的干不知人的事, 卡丽西你妈了逼, 你是不是他妈某些部门盼来的奸细啊, 专门来他妈搞乱他妈的这帮人的啊, 海外民运的, 你们查查卡丽西是什么底细啊, 我也不知道, 你们给我查查, 呀是不是某些部门派过来的, 我操你妈的, 你不是说我大外宣吗, 你妈了逼, 我还说你啊大外宣的头呢, 你啊是他妈的海外联络部总头吧, 卡丽西, 你妈了逼, 你说你说陈秋生就完了吧, 我操我, 徐晓东没证据不敢说话, 你妈了逼, 你把我都骂了, 我操你妈死全家, 我告诉你啊, 我今年七八月份到美国, 卡丽西我操你妈, 我去美国第一件事, 我他妈找你去, 我徐晓东还是那句话啊, 找不着你我不敢说, 操你妈, 我有人脉, 我找着你, 我操你妈当面骂你, 他妈找你来操怂你家的脸, 操你妈屁, 他妈爽, 今天来就是干了爽来了啊, 我为什么这么说啊, 就是文革, 还那句话啊, 文革文革还是文革, 现在所有网友们你们记住了, 国内闹肺炎, 海外在闹文革, 你们记住我的话, 国内在闹肺炎, 海外闹文革, 我去海外, 我告诉你, 我他妈移民到海外, 我先整这帮臭茶逼们, 你妈了个逼的, 不惹我吗, 操你妈了, 给你妈他妈几把家家给杀了, 我说的, 操你妈, 我说的杀是带引号的啊, 不真杀, 要不你娘呢, 又得帮她报警, 咱们继续, 咱们继续, 仇恨了, 现在都是仇恨了, 现在这帮海外的民运啊, 你们仔细看, 大部分的很多个别人, 不他们关心肺炎, 全关心后面的骂, 骂骂政府, 你们骂, 没关系, 我徐晓东不知道真相, 没去过武汉, 不敢说说话, 但是我把我的实际的在北京的, 在泰国的报道, 我都告诉大家, 好吧, 但是关键是什么, 你们他妈的说他妈的, 我跟陈秋实, 你们说陈秋实, 我徐晓东再说一遍, 我本人他妈的绝逼相信秋实, 这第一点, 你们说我, 我操你妈, 说我就颠火, 你妈的逼的, 我今天去日本, 今年去美国, 都去, 我把我地址全告诉大家, 我看他妈谁弄我, 我都不用弄我, 我他妈弄你们去, 傻逼你们这帮傻逼, 操你妈的, 现在什么时候啊, 全国人民都这操影了, 现在不是什么, 世界卫生组织, 就现在, 就现在, today, 就现在, 这不开会了吗, 如果中国一旦应用什么病区国, 操你妈的, 我们回去都成问题, 知道吗, 现在中国都这样了, 你们这帮海外民讯, 这帮卡利西这帮傻逼, 干嘛呢, 卡利西看你妈的逼, 肺炎全家, 干嘛呢, 他妈的得特务呢, 操你妈, 你能他妈说点人话吗, 你妈的逼, 你能他妈的为人民办点好事吗, 你妈的逼, 你不他妈的说, 他妈为中国办好事吗, 你妈的逼, 你办了吗, 办你妈的逼了, 操你妈, 我要告诉大家, 今天我急了, 我们家姑娘就在这躺着呢, 我们家姑娘去那屋躺着去, 她不去, 你当时什么都没听见, 听见没有, 不许说话啊, 卡利西, 大家记住了, 留什么羊, 我操你妈, 你不说句话, 我徐晓东没捐, 知道为什么吗, 我他妈不知道怎么捐, 我不敢捐, 红十四谁相信啊, 你相信你捐, 你捐捐, 我不敢, 我再说一遍, 我徐晓东能干的事干, 不能干, 咱们不吹牛逼, 知道吗, 卡利西, 我操你妈全家, 就是我的话, 下面继续啊, 我徐晓东看油管, 我告诉你们, 我个人喜欢谁, 我也不怕回去, 他妈被谁谈话了, 我个人喜欢谁, 那些大人, 我他妈基本上都不敢, 一走而过, 去你妈的, 一看都是他妈的书生, 操你妈, 在纸上谈天下, 我操三文天下, 全中国都是我们的了, 我告诉你怎么设计, 你妈的逼啊, 你们这帮傻逼, 我看谁啊, 我告诉你们啊, 你们提醒我叫什么名字啊, 一个叫狗哥, 我挺喜欢的, 人小伙子, 人不敢伤劲, 人一只狗在面前, 但是我觉得狗都说人话, 所以狗哥说的不错, 当然了, 有些我们还有一定的疑忆, 但是大的方向, 我支持狗哥, 他人很少, 粉丝们很好, 很少, 但是我他妈觉得就是牛逼说的, 这是一个我看的啊, 第二个我经常看的特别不错, 一小伙子, 稍微有点胖, 他的头像呢, 我跟他我跟他说过, 我说你别是英文, 你后头说个中文, 我好找你, 他挨了打头的, 还什么打头的啊, 完了是一个蓝色的屏, 一个圆球, 他的头, 他不是头像, 他的就那个屏幕是一个圆球, 完了是白, 他在这个手机上, 我找出来, 那个小伙子叫什么名字, 稍微有点胖, 挨了打头的, 对对对, 你发一下那个, 挨了打头了, 对, 那小伙子有时候带, 要老带一帽子, 要老带一帽子, 有点圆乎乎的, LE什么的吧, 是不是, LE什么的, 是叫什么, 雷纳德, 刘大胜, 我不知道, 他没有中文门, 我就知道LE什么什么, 对, 一个蓝屏, 有一堆白字, LEN, LEON, LEON好像是, 是叫什么, 拉昂纳德什么, 反正那个小伙子的, 朋友圈, 应该也有十一二万, 十三四万粉丝吧, 对对对, 就刚才俩什么, 最后一尾字, 一个地吧, 他说的也特别好, 他说的也特别好, 人家站在一个特别中立的立场上, 我特喜欢他, 这是第二个我喜欢的, 我就点名了, 今天, 在泰国我点名了, 对, LEONARD, LEONARD, 应该是这小伙子, 对对对, 这小伙子狗哥, 这俩了啊, 这俩了, 我需要东西喜欢的, 都是他妈的, 没有多少粉丝, 但是他妈说的好, 第三个, 第三个是那个韩国的一小伙子, 完了之后呢, 他入了韩国籍, 他原来应该是中国的险族人, 江峰老师挺好, 但江峰老师我看的少, 你知道为什么吗, 哥几个, 我不是搞政治的, 人江峰老师说的特别那种牛逼大气的, 我怕, 我小冬云里雾里的, 听不懂也看不懂, 这种人我就觉得太牛逼了, 大伪人, 我惹不起, 我他妈的离远点, 但江峰老师, 我很尊敬, 好吧, 咱继续, 就是一个韩国的小伙子, 特别有点那什么的, 他是入韩国籍, 他是中国的选国险族人, 入韩国籍, 那小伙子叫什么呀, 那小伙子叫什么呀, 他说的也不错, 就是他老直播的旁边有一个冰箱, 完了之后, 他是一个韩国人, 入了, 对, 刚入韩国籍的, 叫什么呀, 刚入韩国籍的, 我不知道, 就那小伙子, 说的也不错, 我也挺喜欢的, 这是仨, 还有一个呢, 就是一个小伙子呀, 粉丝特别少, 他是可能刚去美国, 有时候在车里直播, 有时候在户外直播, 长得一看就是, 就是他妈一看就书生样, 长得其貌不扬, 但是说的特别不错, 那小伙子, 我他们也忘了, 我他们也忘了, 叫什么了, 那小伙子也不错, 人也不多, 还有一个, 对, 还有一个, 叫什么周周坎吧, 你说周周坎, 我有微信, 我告诉大家, 他们说周坎是大外宣, 很多人跟我说这个, 我是这么认为的, 我觉得, 第一, 我觉得他不是, 但是我不像秋实那么认定, 秋实肯定不是, 像这个周坎的, 我不敢完全确定, 但是我跟他交往来说, 我觉得他还算, 比较真诚, 完之后呢, 很多人说大家外宣, 是因为周周坎, 不厌其烦, 被人骂, 最后急了, 说我是第13局特务, 对吧, 说完之后, 很多网友跟我说, 小东你别跟周周坎上节目了, 他是大外宣, 他是什么哪哪的人, 我说不对啊, 草带低啊, 第二, 他事又怎么了, 你采访我, 问我他妈人话, 我就说人话, 你问我王八话, 我就说王八话, 你是不是外宣跟我没关系, 我就说人话, 就这么简单, 老基本外宣, 外宣你妈了, 逼, 你们他妈的虾基本给人扣帽子, 套你妈, 所以周周坎, 我挺喜欢的, 我要告诉你们, 周周坎现在他聊的时候, 基本上没有太多立场了, 用来他回过国, 他那可能也受到过威胁, 所以他现在聊话, 没什么立场, 但是他还是比较真实的, 把东西透露出来, 他的粉丝也就几万人也不多, 我学校东看这就这几万人的粉丝的, 就那个挨了那小伙子, 人特别好的, 他十来万多一点, 他说的特别好, 我不知道, 我可以看啊, 我他妈在那儿, 他妈有这么多时间看, 今天在泰国了, 我陪孩子, 你们不是不信吗, 东哥不开玩笑, 老他妈说, 学校东你骗人不开玩笑, 闺女在这坐着呢, 知道了吧, 我今天呢, 这个直播, 就是名怼那些傻逼, 所谓的民运那帮傻逼, 不说人话, 专门搞他妈的特务挖人, 搞文革, 第二个呢, 就再重申, 我支持陈秋实, 我相信陈秋实, 如果他是, 我跟他冠决一切关系, 但目前为止, 他绝对是最好的真实的人, 这是我说的, 另外一个就是一堆, 一堆我说过了, 什么狗哥呀, 还有那个挨了一打头那小伙子呀, 什么的, 还有韩国, 刚入韩国籍那小伙子, 我觉得说的都特别好, 周周坎呢, 是比较比较公正的说完, 你们问我周肖正对吧, 我对周肖正, 现在还是看不太懂, 不敢确定, 你们明白吗, 东哥看不懂人, 绝对不会轻易的说, 但是我们对周肖正还是比较尊敬的, 但是我不敢确定, 好吧, 这我说的是实话, 所以你们看啊, 你们看都是大升级, 好几十万粉丝, 就看他那小伙子吧, 这什么的, 就好几十万粉丝, 我周晓东看也就不看了, 为什么呀, 说的云栓露照的, 对, 就这LEON那小伙子, 对, 余栓露照的, 而且小伙子LEON那小伙子, 我有他微信, 但是就因为我找不着他, 他妈特别麻烦, 你们要不提, 我还不知道呢, 哎呀, 东哥你别上微信了, 你上什么火箭纳箭吧, 兄弟们, 我可以上, 这是第一, 第二, 我没干他妈上天害理的事, 我也没干违规律法的事, 我踏踏实着上微信, 你骂了逼封我, 我就骂, 完了我就攒着证据, 你他妈腾讯不是在海外上的事吗, 我该到美国起诉起诉你, 我把东西都留着, 所以我告诉大家, 所有的兄弟们, 微博封你们的, 他妈腾讯, 微信封你们的, 你们都留好所有的证据, 依法行事就行了, 留好所有证据, 到那一天的时间, 不久了, 不久了, 大家明白了吗, 还有刚才我提的那几个, 我还那句话, 徐耀东要不要粉丝无所谓, 无所谓, 你们都去看看他们, 像狗哥呀, 像L EON那小伙子呀, 完了之后, 周周坎也可以听一听的, 也可以听, 但是他没有态度, 但是他可以把事业爆出来, 还有韩国那小伙子, 韩国那小伙子, 我不知道叫什么, 对不起, 还有那个代言就是特别简单那小伙子, 人特别少, 但是他有时候说的特别不错, 所以你们记住了海外民运, 民运支持民运的这帮朋友们, 你们擦清了眼睛, 别急把下, 说不说我大月宣吗, 说徐耀东, 你们看徐耀东现在又大外宣呢, 骂我们民运呢, 因为你们他妈傻逼, 卡丽西你妈了逼, 因为你骂我了, 我操你骂死全家肺炎的家伙, 懂了吗, 我他妈他妈他妈成大外宣了, 这牛逼我操你妈, 还说啊, 你们告诉你们好消息, 徐耀东去美国去你妈了逼, 我伴着移民正伴着, 我等着卡呢我, 行吗, 我等着卡呢, 怎么了, 我他妈八月份就说我办, 我他妈选了好几个国家呢, 怎么了, 我他妈早说了, 自己看我, 咱们视频, 还有好多傻逼, 我今天说啊, 我微信的啊, 我这几个号微信, 我今天开始, 我删的人这辈子不会再加, 不相信我的, 滚蛋, 我这辈子不再瞎你们, 这辈子不加, 去你妈的, 你被误会了, 徐耀东, 哎呀, 好几个呢今天, 东哥, 我就会相信你了, 我看了秋实的节奏, 我也相信秋实, 我也相信你了, 东哥, 你不是大卫宣, 你又嫁回来吧, 我去你妈, 傻逼, 你妈的逼你们, 就他妈就文革, 套你妈, 中国人改不上这帮傻逼的, 当独立的恶习, 你妈的逼你们, 让民运在他妈的, 说我们国内奴隶, 你妈的逼你们不就奴隶吗, 你们他妈不就是他妈的特务吗, 套你妈了, 人害人人整人, 你们他妈回到中国了, 他妈新中国建立了你们, 他妈的就搞文革是吗, 套你妈, 我告诉你, 薛冬我干嘛, 你妈的逼我有机会去美国, 套你妈, 套你妈, 你妈的逼我当面骂你呀, 套你妈, 我把我的他妈的所有的疾病, 全传给你妈身上, 套你妈, 傻逼, 你妈的, 秋实我联系不上, 微信全没了, 手机通号了, 我告诉大家了, 我也等着秋实回来了, 我推特给他留言了, 我说的, 你们查去, 还有啊, 套你妈的, 我帮他录屏了, 大家发给丫案的, 我给卡了一些骚逼娘们对赌啊, 查出薛冬大外宣把证据拿出来, 我薛冬退出所有的视频, 查不出来, 臭傻逼你妈了, 逼你妈都给我退出去啊, 知道吗, 拿证据, 拿证据, 还说什么, 我跟, 我跟什么田野, 什么的, 瓜分什么比赛奖金, 比赛是格斗世界江俊华的, 所有人去问家俊华, 薛冬拿过一分钱吗, 我跟江俊华关系不怎么样, 大家都知道吧, 因为他我吃了屎, 没错吧, 问他去, 好吗, 薛冬在这牛逼, 就是因为我他妈堂堂正正, 靠你妈, 我要钱也是要的堂堂正正, 你们他妈有这么见过, 这么牛逼, 堂堂正正要钱的吗, 我不丢人, 妈了逼, 我不像你妈了逼卡丽辛, 卡丽辛你妈了逼, 你不就舔他妈的人屁眼吗, 舔完之后你妈了逼, 你拿点薪金, 我靠你妈, 知道吗, 我跟你不一样, 爷爷挣的是牛逼的钱, 你知道吗, 你挣的是爱资的钱, 我靠你妈, 知道吗, 卡丽辛, 你妈了逼的, 很多人说东哥别骂了, 他有人有你妈了逼, 你妈了逼, 你人是克朗普, 我也骂, 我靠你妈, 卡丽辛, 傻逼, 我们家闺女在这儿呢, 我他妈就不说话了, 我他妈还得骂, 我告诉你啊, 今天我骂个人, 以后你不学骂人, 不能说这些脏字, 听见没有, 你爸爸骂的是傻逼, 你爸爸出了国, 打这帮傻逼去, 知道吗, 你他妈别学, OK, 你爸给你灌输的思想, 是他妈的好的思想, 做人的思想, 我儿子在旁边呢, 在隔壁呢, 你不想看吗, 都给你们看, 我就告诉你们, 东哥很真实, 那帮臭傻逼们, 兄弟们, 海外兄弟们, 你们擦亮了眼睛, 民运不, 民运无所谓, 但是民运当中很多傻逼, 靠着他妈的骂中国人, 靠着骂他妈的中国人, 害中国人, 完了挣中国人的钱, 我他妈到了国外, 很多人说, 徐晓冬你别跟中国人接触, 因为中国人只能骗中国人, 中国人害中国人, 我他妈那云里雾里的, 还他妈有点犹豫, 现在在网上我都发现了, 在网上中国人害中国人, 你妈了, 逼新中国建立, 建立什么呀, 你们这帮傻逼回来建立吗, 你们配吗, 套你妈, 你们就是从我们, 就从一个地狱, 到了另外一个地狱, 有他们什么区别吗, 今天我视频就喝出去了, 大家发吧, 就他们这么激进了, 你们知道他们这么多名誉, 他们背后里拿多少钱吗, 还有有关部门的钱, 我还告诉你们, 这次事件, 他妈这次骂陈秋实, 骂徐晓冬事件, 一部分是臭傻逼的, 所谓的二逼, 卡里希这种民运的犯傻逼, 操你妈, 操你妈妈妈妈, 另外就有关, 有可能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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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关部门, 他妈的来个谍中谍, 来个他妈的, 无奸道中道, 这我徐晓冬发明的一句话, 现在玩无奸道中道, 就是搞乱所有人的关系, 你说我, 我上网这么久, 八月份到现在, 我骂过哪个海外的民运, 什么人就是人了, 我没有骂过, 对吗, 我也不敢支持, 有一个人, 我不说是谁了, 但就是挺胖的, 人说的特别好, 说你们别说徐晓冬, 也别夸什么的, 他妈的, 徐晓冬跟我没有关系, 你们这么说的话, 好像我们跟徐晓冬一头, 徐晓冬在国内, 徐晓冬就很麻烦, 就会死的, 那带眼镜胖胖的哥们, 我就不点名了, 说的挺好, 谢谢哥们, 这保护我了, 谢谢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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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懂吗, 烫你妈的, 这不买为场, 卡雷西, 我真的我不认识, 我上油管, 但是我都听的是, 我觉得实事的东西, 烫你妈的, 我不管你们民运谁跟谁掐, 谁他妈说谁是伪民运, 谁跟谁说骗钱的, 谁跟谁说他妈的国内的奸细大外宣, 跟我没基本关系, 烫你妈, 别得罪我, 臭傻逼们, 我再说一遍, 我呼吁全世界的网友, 只要是觉得徐晓冬说的对的, 烫你妈, 在卡雷西那儿就是骂, 看他的推特, 看他的YouTube, 烫你妈, 他爱资全家, 肺炎全家, 认我的就不认识案的, 你们要支持卡雷西的滚蛋, 我再说一遍, 我的微信朋友圈, 删的人这辈子不家, 退出去的, 这辈子不嫌回来, 啊, 操你妈, 不说我大外宣们滚蛋, 一点都没有独立思考能力, 我操你妈, 骂了个逼的, 我说你妈, 你们全家被车撞死, 你家是不是也信啊, 我说让你家杀人去, 你出去杀人吗, 什么他妈都信, 中国有你们这帮傻逼能好得了, 中国现在好不了, 下未来也好不了, 因为有你帮傻逼, 有秋实这样的, 中国是能看见未来的, 为什么, 你们不说他外宣吧, 他做出的事, 外宣的事, 都是为人民的暴露真相的事, 你们他暴露了吗, 你们暴鸡巴什么了, 卡丽西我暴你妈了, 逼了暴, 暴, 口暴吧你, 暴你妈, 卡丽西啥逼, 你们觉得我说错了, 你们查去吧, 我说了, 卡丽西你查出我来, 暴你妈, 我需要从从此退出互联网, 卡丽西你敢吗, 别多了, 今天开始, 今天几号, 今天1月30号, 1月30号, 我给你一个月时间, 2月30号, 咱们一个月, 放网上, 大家公认的放网上, 我徐晓东, 任, 直接退出省个互联网, 你要查不出来, 2月30号, 你俩不出互联网, 你敢吗, 卡丽西, 敢不敢, 一个月够不够, 你妈了个逼, 你要说不够, 给你时间, 我操你妈, 你条狗逼狗, 舔逼的狗, 母鸡巴狗, 操你妈一只, 傻逼, 我没办法, 你那什么, 我来自中国, 你说的对, 妈半天了, 我也, 我告我们家姑娘了, 别学我, 但没办法, 八岁了, 她应该有点独立认知了, 我每次跟她好聊, 我很尊敬的, 完了之后, 她也说, 爸爸, 我们唱歌, 那个婚礼金什么什么的, 我说, 你就带吧, 咱那怎么办呀, 咱出了国, 咱就不带了, 我让你接受好的教育, 爸爸, 我要上八中, 我说好, 因为八中制服漂亮, 我说你放心, 国外的制服, 都特别比八中的漂亮, 还不信, 你放心, 我们家姑娘的原话, 她就在这儿了, 就在我旁边了, 说的都是人话, 就是好, 我让着国外说, 他妈的好的教育, 大不了他们英文, 英文他妈的练练就行了, 喝出去了, 学习不太好, 哎, 不是我生气, 兄弟们, 你们没看, 你们看下秋实这回的视频, 说的他妈都快哭了, 秋实第一很少哭, 第二秋实不骂人的, 你们知道吗, 你们看这回的推特和那个油管直播, 秋实骂人了, 我一旦秋实骂人了, 就秋实真的是急疯了, 要不然秋实不骂人, 知道吗, 当然了, 我说过北京都没傻逼多, 全国都没傻逼, 当然是东北, 他们还出了好多牛逼的人, 梁公达, 老梁, 什么秋实, 这都是很牛逼的人啊, 还有好几个牛逼的人, 我都不敢说了, 说了我怕我回不去了, 你们懂吗, 我们家闺女, 你走吗, 你去爷那屋, 老爷那屋歇歇歇, 你听着你爸骂人啊, 你爸还没骂完呢, 但有一点, 这是我姑娘, 这是我姑娘, 我是他爸, 这辈子都是, 所以他只能这样, 只能这样, 对, 就这么简单, 我跟你说, 秋实是有点崩溃了, 兄弟你说的对, 云妈, 是吧, 兄弟你说的对, 我看着秋实, 我有点崩溃了, 我觉得你骂这种人, 你能把他说成大卫宣, 弄得我他妈的很无语, 但是我孝小冬, 对很多我的朋友还说微信, 但是我孝小冬, 真的是很尊敬他们, 跟他们聊, 我说不是啊, 我相信他, 但我没有骂人, 但是有的人居然说我大卫宣, 你明白我就急了, 他妈的, 记住了啊, 各几个啊, 我跟卡丽西说啊, 对赌啊, 对赌, 给他一个月时间找我证据, 找不出来, 我可以再给他两个月, 但有一点, 你阿B别无吸线, 找不出来别无限, 卡丽西我操你妈啊, 你不是说有很多的料吗, 还有说, 徐晓东你别逼我爆料, 你赶快爆, 赶快爆, 赶快爆, 我他妈吃屎我都直播, 我怕他妈什么呀, 再说一句, 记住了啊, 徐晓东为什么牛逼, 是因为他妈的敢他妈直播吃屎的人, 这是第一, 第二是为了他妈的真实吃屎, 不是为了网红直播吃屎, 网红直播有的是吃屎的, 你们知道吗, 有的是, 这为了网红跟我没关系, 我他妈是因为我赌赌输了, 我是一个诚信, 我是一个承诺, 我他妈这辈子不想再吃第二次, 崔卡丽西我不跟你赌吃屎, 我这辈子不想再吃第二次, 我跟你赌退出整个互联网, 就别播了, 你别播我别播, 你敢吗, 只要你查出来, 对吗, 而且现在武汉, 大家我不知道这个事业卫生组织怎么样了, 现在正在紧急的那什么, 但是我觉得有可能咱们被立定为瘟疫国家, 那咱们就麻烦了, 祈祷吧, 但是我刚才推荐那几个直播的朋友, 他们跟我没关系, 我徐晓东只是关注他们, 我们没有一分钱关系, 你问问狗哥, 问问那L E O N那个兄弟, 我们有微信, 我跟那小伙子有微信, 狗哥有没有微信, 狗哥你要看见, 你加我微信快点, 快点, 我喜欢你, 还有谁啊, 还有韩国那小伙子, 就是朝鲜人变成韩国人的, 有我微信吗, 加我微信, 我微信疯了, 刚解封, 大不了你再疯了, 我再换个东西, 我喝出去了, 我喜欢你们, 那些大外宣啊, 大什么外宣品, 大叫什么, 大米啊, 大威啊, 那那那那的, 跟我没关系, 你们都牛逼, 高高在上, 我徐晓东忍不起, 但是我觉得, 你们已经脱移了人民群住了, 你们都是在云彩上, 讨论中国的所有的未来, 但是真正到那一天, 你们他们只能在云彩上看中国, 我这句话你们明白吗, 再说一遍, 你们现在很牛逼, 站在云彩上讨论整个中国的版图, 你们看得很大, 很牛逼, 直连江山, 但是真他们到了那一天, 你们也只在他们云彩上看, 你们信不信, 能做出什么事来啊, 干嘛, 要什么, 你喷去吧, 喷去吧, 喷吧, 时间喷, 不卡, 不卡, 卡他妈什么呀, 卡了, 我明天接着换卡, 陈秋实呢, 我现在找不到, 我现在就是推特, 因为我今天刚解封, 所以我拿这手机, 待会联系秋实去, 完了, 所以我还没问他怎么样了, 我给他推特上留了言了, 知道吗, 哎呀, 完了, 你们说了好多这帮人的名字, 我知道, 听说过, 但是我对不上号, 你知道吗, 有稀过吗, 没稀过, 没稀过, 没水果, 有可乐, 我喝口可乐, 再骂人, 稍等啊, 有哥们说啊, 那些人别理, 我再说一遍啊, 骂他们不能说改变不了什么, 但是一定记住了, 骂他们是为了让我们自己说, 人活这辈子挺他妈不容易的, 大部分的人挺不容易的, 不是富翁, 对吧, 大部分的, 咱们他们活得挺不容易的, 去你骂的, 还不能妈妈的痛痛快快骂个人了, 还不能痛痛快快骂个人了, 套你骂的, 喜欢骂你就骂你了, 喜欢你, 夸你就夸你了, 我今天就这样, 我今天骂的就那帮民运的傻逼, 我他妈夸的也是这帮他妈的民运, 所谓民运啊, 什么直播的这帮哥们, 我夸的也有, 我骂的也有, 这就是我, 他妈爱憎分明, 怎么了呢, 活得还他妈爽呢, 我今天一天累得跟狗似的, 开了好几个小时的车, 跑到这来, 我们风景什么都没逛呢, 说一个叫明天逛, 但是今天我想了, 操他妈的, 得他妈的好好的谢谢我的火, 国内是卡得跟傻逼似的, 你们也知道现在国内的情况, 网络跟大家介绍一下就是, 风声喝力, 我认识了好几个哥哥都已经风微信了, 他们原来是不可能被封的, 都被封了, 我说的是他妈的各个领域的精英们都被封了, 而且是说多了一点点就被封, 现在他妈的这封了已经, 你们知道吗, 封了, 而且我再说一句我的表态吧, 你们说很多事就是, 陈秋实就是个骗子傻逼, 这是谁啊, 给他踢了, 玩这儿骂呀, 那查呀呀, 那IT骂死呀全家, 别骂了, 他没骂我, 我都疯了, 我都晕了现在, 我跟啥逼似的, 一切啊, 等着秋实回北京, 我见着他, 我当面玩那句话, 当面好好聊, 他能让我上直播, 他能直播就直播, 不能直播, 我们俩私下聊, 我把结果给大家多, 不管是他怎么说, 我把结果都告诉大家, 让酒店送果盘, 没有, 酒店有果盘, 有有, 那不是送, 每个人都有果盘, 秋实的哭不是为了委屈, 是为了令人崩溃, 你说的这话特别对, 所以我今天为什么, 今天这个视频很重要的就是, 我希望让大家传出去, 让所有人都看我的直播, 而不是录播, 是直播, 你们发东西我会看, 秋实那天有上万人看他直播, 那他们刷屏, 刷刷刷, 我说我是徐晓冬, 我支持你, 请你解释清楚, 没了, 我是徐晓冬, 我知情起就没了, 我操你吗, 我说就是你, 他把他看的, 明白了吧, 不是他不看, 是刷刷刷, 我这人不多, 我这人没多少, 所以可以看, 但是我在这就跟大家, 让大家清醒, 就是你看我直播的大部分, 有一半以上都是海外的人, 你们知道吧, 你们不知道中国的真实的情况, 有他们一陈秋实那么去, 很牛逼了, 再说外宣, 有不要命的那种外宣吗, 我操的嘞, 懂吗, 这是第一, 第二居然把徐晓冬都招着, 我操你们全家, 卡丽西你妈了, 逼, 操你妈, 明白吗, 啥你呀惹我的, 死全家, 你妈了逼, 你背后的人都他妈死, 操你妈, 就是你全他妈死, 全他妈肺炎, 操你妈, 诅咒, 诅咒你, 哦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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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全他妈诅咒你, 哦, 妈妈妈一哄, 反正各种信仰, 全他妈诅咒你, 全家卡丽西, 我操你妈, 不管什么信仰, 都主动你去死吧, 妈了笔子, 卡丽西这小三娘妈, 咱们继续, 还得骂, 不骂不爽, 徐教授给他们, 好, 在家里孩子上个课, 第二个, 啊, 对, 狗哥, 微微胖的小伙子, 我都记下来了, 还有带眼镜的小伙子, 还有韩国那个, 从朝鲜族变成韩国的那个, 变成韩国籍的那小伙子, 直播都不错, 大家都可以看一看, 说的都特别好, 周周坎其实你们也可以看一看, 他说的比较中立, 其实他也变了, 他变成什么了, 胆小, 周周坎我觉得挺好, 但是人嘛, 都胆小, 他回趟中国下的也够呛, 我理解他, 所以周周坎你中立得了就行, 对, 完了, 原本来是2月6号, 2月7号, 我跟, 我就告诉大家吧, 2月7号本来我跟袁东飞老师, 我们做一个直播, 啊不, 录播, 袁东飞呢, 后面有一公司团队, 不允许我, 卧槽这要直播出这儿了, 人员东飞老师, 我们公司还得吃饭呢, 我对不起啊, 完了之后, 我也不怕, 就是咱们就录播, 袁东飞老师呢, 我跟他说了, 就录播, 录完之后呢, 你们有剪接权, 剪完之后, 你们同意我发我发, 你们不同意你们发都行, 无所谓, 没有一分钱, 我在这里呢, 说, 大家呢, 记下来, 如果查出来, 我跟袁东飞, 和袁东飞后面的公司, 有一分钱的经济利益, 我徐晓东死全家, 得肺炎, 如果没有, 卡里希我套你妈, 你冤枉我, 你全家死, 全家得肺炎, 大家看我视频明白了吗, 我徐晓东都这么说了, 我徐晓东是一说一不二的人, 基本上是这样, 对吧, 咱们试试, 咱们试试, 讲讲王公公, 王公公谁啊, 说什么呢, 民运啥思想, 谁解释一下, 我特别不懂, 你们说什么, 哎对了, 还说呢, 人说徐晓东我就不喜欢你, 你还叫大外宣, 我说, 我说, 你先告诉我为什么, 你说我党, 我操你妈, 我说我党怎么了, 我说北京人, 我还说同志呢, 我还说战友呢, 怎么了, 我党怎么了, 我他妈在中国, 我他妈来一句我党, 我他妈说错了吗, 我他妈整天说共产党, 我操, 我他妈怕又他妈查我, 我党没错呀, 我说我党怎么了, 我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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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 我操你妈, 我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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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 怎么了, 你骂了, 逼, 拿这个, 徐晓东你说的去我党, 你就是大外宣, 我外宣你妈了, 逼, 你屁啊, 长脸上了吧你, 傻逼, 大家明白了吗, 我操你妈斗死我了, 徐晓东移民, 我他妈早移了, 你知道吗, 还没下来呢, 我等着呢, 知道吗, 傻逼, 他妈说, 我告诉你个秘密, 你妈的逼, 你还知道吗, 你秘密, 傻逼, 大家知道吗, 现在我刚才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呀, 海外人你们记住啊, 有关部门势力很凑蛋, 他们很有可能买通了民运这帮人, 来到处的去去伪民运, 明白吗, 伪的自由人士你们明白吗, 实际上是帮助忙某某的干活的, 你们明白吗, 来到处的毁, 你们明白吗, 这一点, 我跟那些大的什么民运人士跟你们说清楚了, 我徐晓东跟你们没仇没怨, 但有一点别急把他们胡逼说话, 别害我, 我操你妈全世界的民运的领袖们, 你们别他妈的胡说八道惹徐晓东, 如果徐晓东做错了, 你们玩命骂, 如果我没错, 操你妈你们害我的话, 你妈的逼你们整个民运组织都他妈急把得肺炎, 都被我他妈弄死, 你们看着呢, 就我说的, 为什么呀, 真实, 你们他妈不就是他们为老百姓讲真话吗, 你们讲了吗, 操你妈到处抓特务, 操你妈的, 所以那些更有样的民运牛逼的人士, 我再说一遍, 我不得罪你们, 我徐晓东没有做过对不起人民的事, 也没有做过对不起你的事, 你们他妈别得罪我就行, 知道就他们这么简单, 我操你妈, 你妈了, 逼的, 中国这他妈奴隶啊, 崖山之后, 吴中国这句话说的特别好, 宋朝以后, 元明清都是他们窝里斗, 都是他们明朝他们的汉族人, 也是他们东上西组来回斗, 把整个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, 全他们基本都没了, 操你妈了, 我他们就觉得什么, 闲大唐盛世吗, 都在日本呢, 操你妈的, 真实的人民生活都在他们的地区啊, 地区, 台湾呢, 都在台湾呢, 真实的人民生活, 善良友爱, 都在台湾呢, 地区, 地区啊, 中国, 台湾地区, 地区啊, 啊啊啊, 别害我啊, 完了之后, 他妈的文明都在日本呢, 日本呢啊, 都是这样, 中国没了, 你妈了, 逼勾心斗角, 操你妈从东厂, 明朝, 到新朝的文字域, 一直到他妈基本文革, 到现在, 我操你妈干人事吗, 干人事吗, 就基本人整人, 人整人, 人整你妈了, 逼一个个了, 我到现在啊, 我居然, 我徐耀东他妈的翻墙出来, 操你妈呈迷运, 我对不起, 从他们大外宣了, 操, 大外宣了, 你妈, 把我的视频发, 你们不爱看小农马, 人类也得发, 我谢谢各位, 哎, 我是大外宣, 我他妈靠这拿钱, 啊, 卡利西, 你还捏举一盘, 我看看, 你不是靠人填屁眼, 挣钱吗, 卡利西, 啊, 没错吧, 我他妈靠这挣钱, 怎么了, 这酒店钱, 哎, 酒店钱出来了, 这次来没做头等, 跟大家说一声, 太急吧, 好几万呢, 我操, 不过后来我才知道, 好多人都退了, 头等餐特便宜, 你们知道吗, 我他们买不了了, 操, 好多人退机票, 啊, 从泰国, 非泰国的来不了了, 好多人, 好多人, 这我操今天直播一小时啊, 哎, 靠这挣钱, 不丢人, 啊, 不丢人, 不像考列西, 靠点皮尔挣钱, 靠点皮尔挣钱, 我靠这个, 两码事, 啊, 两码事, 今天的视频很重要, 其实今天, 我骂人聊, 就那么多, 当然, 大家说扫不了码, 扫这也行, 啊, 扫这也行, 都一样, 这是微信的, 这个是淘宝微信的, 哎, 我操, 我罢评我今天, 你妈的, 我看看, 今儿我罢评, 哎, 不说我要钱吗, 今儿我罢评今天, 你妈, 好, 今儿罢评, 你妈的, 你妈的, 闲人君子, 闲人君子这哥们啊, 你们知道, 他给我捐钱, 谢了资助我, 最好的人妈, 我们有微信, 东哥, 想看什么电影, 你说, 我操当时我惊了, 我真的, 给我发好多电影, 我说不是小片, 你们别误会啊, 别误会, 正经电影, 特别好, 包括什么的, 出车司机啊, 1987吧, 黎明前的那到了, 等待黎明到来, 都是这哥们给我发的, 你知道吗, 他也在国外, 但是他好多电影, 我一直都说, 他妈的一个电影, 能改变一个民族的灵魂, 你看看, 一个少林寺, 把中国全, 哈哈, 一个战狼, 把一帮他妈傻逼, 洗脑的变成, 拿着护照, 牛逼, 牛逼后都要保护我, 我是牛逼的国家, 牛逼的民, 最后呢, 傻逼, 不是小电影啊, 那哥们都是好的电影, 大家也可以加他, 人不错, 没有任何背景, 我给你们推荐, 没有任何背景, 而且你们看, 我推荐的像狗哥呀, 像癌了第一那小伙子呀, 这些的, 都是没有背景的, 没有, 干嘛呀, 你再喷吧, 我也看见了, 都是没有任何背景的, 你们知道吗, 这就是我, 我没有跟谁, 做任何交易, 跟袁腾飞的直播, 能直播就直播, 袁腾飞害怕我, 不想跟我直播, 怕他妈出事, 就别直播, 我秀东也不求你, 这就是我, 我也不求你, 但是我觉得我很喜欢你, 你喜欢, 东哥就这样, 你袁腾飞, 你喜欢不喜欢我, 无所谓, 我知道你也结婚了, 拉牙带口的, 必须保护自己, 非常好, 跟我一样, 你喜欢不喜欢我, 无所谓, 我喜欢你就够了, 能直播就直播, 不能直播没关系, 我祝你全家健康, 一切顺利, 这就是我, 因为袁腾飞给我们带来了很多好的东西, 有营养的东西, 对吧, 我现在我们家姑娘上的很多课, 一上过, 他我一听, 我说姑娘, 你还差不多得了, 学吧, 计不计较都无所谓, 学吧, 反正到晚都得走, 我说的, 我说的, 别怕, 东哥移民早移, 一直在移呢, 过程当中在办着呢, 等着呢, 知道吗, 回国肯定得回去啊, 我肯定回去, 你们说东哥, 你是不是出国外就不回来了, 我一定回来, 我们家我说了, 我们家就住在他妈的官居旁边, 知道吗, 说保听点, 人家一句话, 学校东, 我就喊到, 就这样, 不说大外宣吗, 这也是我说的, 我操, 学校东, 你住在官居旁边, 你就大外宣了, 哎, 我操, 你怎么知道我住旁边啊, 是不是我说的来着, 对不对, 懂了吗, 咱见面有, 我得回去, 回去那让我爸赶快坐, 坐完之后, 我录下来, 录下来之后, 我给大家坐, 像我爸坐, 大家尝尝, 完了, 我在坐, 我做的视频吧, 完了之后呢, 发的视频, 我提前说完之后, 大家直播看我直播, 我提问, 第一个回答对了的, 完了之后, 我马上告诉你, 我另外的微信号, 加我微信, 马上, 那那个, 那个咱哥, 我记下你的名字来, 对, 之后再找你, 之后我就送你, 我就送你一瓶炸酱面, 不是炸酱面, 是炸, 北京话, 炸, 炸, 炸猪排, 炸牛排的炸, 炸, 炸酱面, 对, 对, 是, 收款名字没错, 是, 来吧, 没错, 我这些, 我给大家提供的码, 都是真实的码, 都是真实的码, 底下是paper, 我给大家说一说, 这paper大家推荐一下用, 你们知道吗, 虽然说手续费特别贵, 手续费特别贵, 但是很安全, 现在我可发现了, 真的, 没什么比他妈的财产安全, 更重要的事了, 真的, 哎, 面具人是谁, 我看面具, 我没看, 我看他截图了, 大家给我发的, 就这种小杂, 你就算了吧, 你知道吗, 卡利西, 我还骂一骂, 起码好像人家, 还算是一个他妈的, 一个访谈人物, 你说这, 那面具, 你妈比现在就一他妈的变态, 去小冬吃屎, 吃一点, 你还吃一盆, 那面具人是吃一盆人屎的, 傻逼, 你知道吗, 我学校东是赌输了, 没办法吃一点, 你还吃一盆, 你别管聊面具人, 那是傻逼了, 还有, 还有好像说东哥, 你说有件事, 他跟我说, 说你骂的人都火了, 我还好像是啊, 但有一点啊, 是他们千古骂名啊, 你看雷雷, 现在中国的国民谈云, 还告诉他妈的, 打太极开始就肺炎了, 好, 人中南山老师, 中南山老师那意思, 多锻炼就行了, 他是打太极的, 他这意思, 明白吗, 他也健身啊, 问题是, 雷雷你也健身, 你也打太极, 问题是你妈的逼, 你呀是谁啊, 你个傻逼, 雷雷, 你呀国民谈云, 我操, 你教大家打太极, 治肺炎, 我立马给你介绍, 一肺炎得着整, 让你呀到去治去, 所以你呀敢去吗, 傻逼, 雷雷, 操你妈全家, 大家明白了吧, 所以现在, 世界华人谈云, 卡利西, 你看中国人民谈云, 太极雷雷, 世界华人谈云, 卡利西, 木兰什么, 访谈嘛, 臭婊子, 骚娘们, 傻逼一个, 德艾斯的, 骚鸡不走, 明白了吗, 赶紧回国啊, 明年定狱区, 应该不会那么恐怖吧, 当然了, 他妈的定了, 我也回不了了就, 但是我肯定能回去, 晚几天呗, 做好了准备, 晚几天就在这住着呗, 我们家姑娘高兴, 为什么不用上学了, 面具的人是哪个字, 我都不知道兄弟们, 我就知道卡利西, 什么木兰访谈, 你们他妈留言骂呀, 就那么简单, 支持我的骂, 不支持我的支持呀, 那行, 卡利西现在还有一状态是什么, 就是他就是几万人的粉丝嘛, 他想靠骂徐耀东, 来增加关注度, 完了之后呢, 把自己的粉丝聚集, 因为有的世人夸徐耀东, 有好多人骂徐耀东, 那卡利西呢, 我一杆棋, 我就把骂徐耀东的人都给围过来, 可是你别忘了, 我他妈那么真实的人能骂我的, 不是傻逼就是二逼, 你身边的全是一傻逼, 全是二逼, 你能有什么样的逼呀, 大家明白吗, 我说的没毛病吧, 我虽然骂人, 但我都干的是真事啊, 卡利西你骂了逼, 你在国内干过什么事, 我问问你, 你基本上就他妈靠田屁眼, 完了在那逼逼逼, 完了之后靠他妈的一帮骂徐耀东, 不喜欢徐耀东的人, 当你那粉丝去, 你还想怎么着啊, 你不就, 那都是傻逼啊, 你叫傻逼的头呗, 明白了吗, 别人跟我没关系, 谁他妈骂我骂谁, 听懂了吗, 傻逼孩子, 还说刘总你骂谁, 刘总你他妈谁谁骂我, 你让这帮人骂我呀, 我说了, 就少东就在这儿啊, 所有世界的民运的头, 你们看骂我一试试, 我看看, 我搁这儿了今天, 他说你妈, 解释一下陈秋实, 我基本解释你妈了, 逼解释你呀, 全家肺炎, 接着说, 靠你妈的, 我解释什么呀, 我问问, 我解释你妈了逼, 我解释你大嘴巴, 你信吗, 臭啥逼, 来呀, 所以大家明白了吗, 很多人, 我的微信朋友也是, 很多人, 东哥你解释一下, 谁就说, 我解释你妈了逼, 都是我们支持你, 东哥我们支持你, 但是我不想你陈秋实, 还好, 万幸还支持我, 好好好, 哥们儿, 我给你解释一下, 秋实呢, 我认识多久啊, 但是我从中没有看过一个, 他认为他大外宣的证据, 这是第一, 第二, 人家去武汉做那些事, 咱们谁做得了, 没人做, 问题是, 这两天直播, 全是大实话, 全是其他人不爱听的大实话, 完了之后, 你们居然说他是大外宣, 有他妈这么当大外宣的吗, 我哥们儿, 你琢磨琢磨, 哦, 东哥那, 那我考虑考虑吧, 我说, 还好, 我没骂你, 我差点就给你俩踢了, 永不如他妈加进来, 我再说一遍啊, 我的微信号, 徐晓东的全篇6150, 马上就已经满了, 我删完了, 是有删了一堆人, 完了再加, 滚蛋的, 和我删的, 这辈子不会加, 我徐晓东说的, 拉入黑名单, 我告诉你们, 只要对徐晓东有疑问的, 不需要你们他妈的解释, 或者是认清我了, 或者是他妈的误会我了, 不需要, 都滚蛋, 你们他妈徐晓东他妈这么真实的人, 你们还误会, 你说你的智商是不是跟傻逼似的, 我他妈干嘛跟你们, 他们交朋友, 我不交傻逼, 我交真实的朋友, 大家明白了吗, 日本的雪哥在吗, 雪哥是我的管理员, 谢谢雪哥支持, 好多好的好朋友, 谢谢那闲人那兄弟, 给我发的视频, 以后我的这个直播里头, 也有我也用脑子, 好好记住一些朋友, 对不起, 我他妈的脑子特别不好, 我好好记住一些朋友, 我好好地跟大家聊, 明白了吗, 所以大家记住了, 请鸡贼是吧, 来呀傻逼, 来呀来呀, 跟我逼逼, 现在是国内的傻逼多, 海外傻逼多, 但是海外傻逼, 我告诉你们, 我雪哥一个人, 跟他们几十万的傻逼骂, 知道吗, 我他妈还怕你们这帮小脏逼, 一个个的搞文革的家伙, 梦想的回国搞文革, 来回来呀傻逼, 我在北京, 壁图全馆, 来呀, 我他妈天天发, 我看, 我一没看哪个傻逼过来敢, 干嘛呢, 你们逼逼逼的, 你们敢敢把门牌地址, 地址全给我发过来, 你们敢吗, 唱你妈的, 卡丽西, 发, 我雪小冬就敢, 来呀, 来呀傻逼吗, 我可以他妈的比武的借口, 合理合法来打你们这帮傻逼, 记住了啊, 中国的法律, 我非常了解, 唱你妈, 你们敢他妈见了我, 把射头一转, 要唱你妈, 打死你妈, 傻逼, 还没有人正物证, 你信不信, 我雪小冬他妈干什么的, 我他妈就靠打人吃饭的, 当然, 也靠挨打吃饭的, 我怕你, 我臭不要脸, 我连屎都吃, 我他妈还怕你, 你们这帮傻逼, 唱你妈, 哥几个记住了啊, 卡丽西这辈子, 不可能跟他说的任何人话, 就骂呀这臭表子, 全家爱资, 爱资长脸的臭啥逼, 点皮尔的, 不可能啊, 卡丽西我希望你继续骂我, 知道吗, 为什么我告诉你, 所有支持是卡丽西的全家肺炎都臭啥逼, 为什么, 因为你们他妈的都被蒙骗了, 还给门盘币帮人他们点皮尔, 你们都臭啥逼, 只要支持卡丽西, 你们查卡丽西, 这推特什么油管的所有的那个粉丝挨个人骂, 就我说的, 小冬你们敢骂我, 因为你们支持了傻逼, 卡丽西是谁, 我告诉大家, 我不知道, 他后台我也不清楚, 但我告诉你们是什么, 就是我他妈都这样了, 你们还骂我, 卡丽西还骂我是大外宣, 我操你妈, 你就是一臭啥逼, 死全家, 明白了吗, 他之前做了所有对大家最作为好的事, 跟我没关系, 这是第一, 第二, 你做了, 关键你为什么他妈骂我, 为什么他妈的说我, 侮辱我, 我他妈的他妈说错什么了, 我操你妈, 我就说我党, 我他妈天天说我党, 我他妈气死你个臭啥逼, 怎么了, 我就这么认识, 我就说我党, 说薛小冬你说我党不应该啊, 你还是正义人是怎么说我, 我去你妈的, 我他妈爱说什么, 说话关你妈的闭管啊, 套你妈一帮傻逼, 所以说现在就是啊, 很多人不希望中国好, 你们他妈就等着中国乱套了, 你们也进来, 我薛小冬接着把话告诉他们, 第一, 这个疫情肯定会好, 就像非典似的, 没有他妈解药, 我也相信没有解药, 我也相信咱们政府不作为, 我都相信, 但是他妈的病毒早晚人类会战胜, 因为人类在这, 他们上万年活出来了, 懂吗, 这是第一, 第二, 贝尔他妈吃了全世界所有的昆虫, 你妈的逼, 他怎么没死啊, 我问问, 荒野求生你都看吧, 那他妈好多学荒野求生的人, 都他妈吃野生动物, 谁死了, 我看看, 你们告诉我, 懂吗, 那帮傻逼民运, 或者什么的, 海外的朋友们, 华人们, 你们听听, 谁他妈吃这些, 他妈的死了, 怎么了, 没电了, 你冲吧, 我把这个往这边转转, 你冲电去吧, 冲电去吧, 人家姑娘看iPad没电了, 所以大家明白了吗, 没有人死, 另外我薛小冬也认为, 不是他妈的什么什么蝙蝠惹的祸, 这他妈的蝙蝠在地球上万年了, 我操, 他妈非洲人靠吃蝙蝠, 吃的部落有的事, 你们查查去, 对吗, 他妈的怎么, 他妈听说有死人了, 我操, 对吧, 所以我觉得不能把这都怪在他妈的吃蝙蝠上, 当然吃野生动物肯定是不对的, 绝对不对, 但我有说这意思, 你看贝尔荒野求生, 人家吃那么多东西, 哪死了, 我问问, 吃屎喝尿, 没错吧, 还给李冰冰喝尿呢, 对不对, 吃屎喝尿, 完了之后, 别说蝙蝠的蜘蛛无故什么都吃, 哪死了, 没有吧, 我在泰国呢, 我在泰国咱们靠夜市, 你们看吧, 砸他妈的蜈蚣啊, 砸他妈的蛤蟆啊, 砸他妈的蝎子, 有的是吧, 砸残涌, 谁死了, 对吗, 反正我就这话, 肯定他妈, 我觉得不是他妈这个, 这个困状病毒, 不是他妈的蝙蝠的, 是什么的, 大家自己查, 我绝不胡说造谣, 我绝不, 我再说一遍, 我还回中国了, 很多人说我通, 你不敢说真话, 去你妈的, 说他妈真话, 万一死了呢, 我他妈还回国呢, 牛逼你呀, 他们在国内直播一个, 支持我的人, 我告诉你们, 就因为我, 徐耀东, 敢说实话部分, 还有好多实话, 不敢说, 因为不想死, 大部分实话, 这第一点, 我在国内说的, 找我好几次谈话了, 我就他妈明说了, 我说我他妈不说敏感, 但我徐耀东必须直播, 我说人话, 怎么了, 你们谁敢, 我就问问, 骂我的人, 你们谁敢, 我就拿了闷了, 我操得了, 听得懂吗, 记住了, 骂你爸爸的都是傻逼, 就行了, 知道吗, 就这么简单, 闺女, 当我闺女不丢人, 而且大家知道吗, 我再说一下, 就是近期这一两个礼拜, 因为中国疫情的事, 某些部门放出了, 好几万个海外的携手, 开始大量的开始, 他妈的搞破坏, 搞挑拨, 搞他妈的陷害, 我再说一遍啊, 某些部门, 大量的派出海外, 大量的人搞迫害, 搞挑拨, 搞陷害, 搞文革, 海外民运有大傻逼, 想什么, 这女的叫什么来着, 刚刚爸爸骂那个, 卡丽西, 也有他妈的有关部门派, 卡丽西你妈的逼, 你牙是不是叠中叠, 我操, 你牙是不是他妈的, 谁手下反, 反间计啊, 反间, 间计啊, 我操, 妈懂了吗兄弟们, 我就这么简单, 谢谢那什么, 什么什么敏感人物的王啊, 谢谢啊, 我不敢说名了, 谢了啊, 还有说啊, 大哥还有什么什么什么, 那什么, 那大哥也要也也也这大的, 我谢人家支持我, 人家是大哥啊, 人家大哥啊, 他是他是大哥底下的人士, 那跟我没关系啊, 我跟我没关系, 大哥, 大哥没骂我, 你底下没骂我, 操你妈我就干, 骂了逼, 这卡丽西, 四千家子操你妈, 这个我说的, 懂了吧, 我学校都学, 谁干我干谁, 懂吗, 就这么这么简单, 你骂了逼的, 别跟我调啊, 徐晓东你骂谁, 你骂谁去, 你找他骂我来, 这里看见没有, 这里很有网友瞧, 什么网友, 很多臭傻逼调, 说徐晓东你骂谁谁, 你让他们骂我试试, 试试, 傻逼们试试, 我的朋友们, 记住, 以后再有人骂徐晓东, 你们就说, 谁海外民运人士, 谁敢骂徐晓东, 骂, 试试, 试试, 懂了吗, 看看, 彼时彼时, 可立西, 30天2月30号, 1月30号, 对, 1月30号到2月30号, 你呀查出徐晓东来, 查不出来, 你呀退出整个互联网, 你敢吗, 查出来我徐晓东退出来, 你敢吗, 发, 还说发徐晓东证据, 徐晓东偷着移民, 我他妈早移呢, 知道吗, 我早就开始移了, 现在过程当中, 我等着卡呢, 傻逼, 还有什么呀, 还徐晓东弄钱, 查去, 哪个部门给的我的钱, 有一个算一个, 说吧, 你不点PR, 这扔的钱吗, 啊, 傻逼, 我拿这个怎么了, 牛逼你干我呀, 牛逼查呀, 你妈傻逼玩意儿, 徐晓东不捐款, 我他妈不相信任何协会, 知道吗, 什么他妈红字协会, 不相信, 我没没我, 我他妈不熟, 但是我知道那事, 知道吗, 我们家养着, 我们家自住一个山区的, 知道吗, 我不用说透露人姓名, 你们不信的, 没关系, 你们不是民运有的是资料吗, 查, 我资助一个还是两个呀, 又又, 你是不是去过那农村, 看过那姑娘, 知道吗, 我们家闺女还去过, 知道吗, 我们自住的是女孩男孩女孩, 女孩, 居住是一女的, 我徐晓东干的是人事, 查去, 就这么简单, 你们不牛逼吗, 再看看我跟哪个部门有勾结, 查去, 烫你妈, 那部门敢要我呀, 我操, 行了, 今儿就到这里, 我们家姑娘在这, 本来我想再骂半个小时, 这两天我都在泰国, 这卡我姑妹快用完了, 你们谁有好哥们教有我, 这泰国卡怎么用, 我买的是八天卡, 完了之后按流量收费, 快没流量他们提醒, 我那夜子去他妈, 我再买一个八天的, 对吧, 完了我在泰国, 大家有什么事呢, 随时找我联系, 我的微信号被封了, 刚被解, 徐耀东6150, 大家可以来找我, 完了在微信上, 我得老老实实的, 不能多说, 因为又被封了, 对不对, 这个微信如果没了, 或者是停了, 放心, 我马上再公布第二个, 第三个, 第四个, 第五个, 有的是, 妈的, 徐耀东有的是兄弟过程号, 还有什么说的, 最后就说, 武汉这事确实很严重, 我希望大家, 海外的朋友们, 和咱们国内的华人, 别他妈抓特务了, 别抓了, 以后你们记住了, 我说一句非常重要的话, 在这个最特殊的时期, 你们记住, 把这发出去, 在这最特殊的国难当头的时候, 只要有哪个民运海外组织, 再出来抓特务, 抓大外宣, 不想着人民怎么活, 而他们想着抓特务, 这个人压自己就是大外宣, 或者就是一大傻逼, 将来绝对绝对是被万人唾弃, 成不了任何事, 你们记住了, 你们现在可以去指责政府, 指责各个不作为的人, 可以, 别他妈的再轻易抓了, 你把他妈人害了, 都含了心了, 陈秋实都含了心了, 我那么多真是支持陈秋实的, 如果你们抓住陈秋实来, 他妈的有, 有证据他是坏的, 你们拿出来啊, 你们拿不出来, 陈秋实怎么到的武汉, 24号之前火车可以去, 我他妈三天前查的, 24号之前火车快快, 可以到武汉, 人家坐的火车去的, 人家住的小旅馆, 人家不就口罩哥你们查去啊, 查出陈秋实大外宣, 资金往来, 哪个部门给他, 陈秋实跟谁的录音谈话, 或者是哪个部门透露的, 拿出证据来, 我徐耀东第一个跟他划分界线, 你们有吗, 什么都没有, 整天逼逼, 国家在遭难, 人民在遭难, 你妈了逼, 你们这帮人傻逼, 这帮伪民运, 你们就靠着这帮老百姓, 他妈的现在受苦受难, 完了你们挑拨离间, 完了之后造成大量的事件, 完了之后你们聚集粉丝来支持你们, 骗钱你们超傻逼, 我徐耀东不骗, 我他妈要, 我乞丐我是, 我吃屎, 拿反了对不起, 我吃屎的乞丐, 对吗, 记住啊, 谁他妈的现在骂我, 谁他妈就是最大的他妈的混蛋, 最大的反动派, 最大的人民的敌人, 谁在骂我, 为什么, 我他妈都这么真了, 你妈了逼你还他妈说我, 卡丽西给你一个月的时间, 你妈了逼你查出我的东西来, 查出来我退出去, 我再也不上互联网, 查不出来卡丽西, 你妈了逼你呀退出去, 别上互联网, 知道吗, 海外所有的民运, 我告诉你们, 你们老老实实的为人民办事, 你们就办, 老老实实, 你骂谁, 你们骂, 你们要再他妈胡说八道, 栽赃陷害, 我他妈发动, 所有他妈醒来的人, 一切他妈抗你们, 妈了国内打那帮傻逼们, 国外打你们这帮臭傻逼, 靠他妈伪民运, 到处骗钱那帮臭傻逼, 卡丽西就是一个, 好, 我的微信就摆在这, 但是很多人加不进来, 全满了, 我山山家山山家, 我陆陆续续的家, 好吧, 我再说一遍, 徐晓东拿的东西全是真实的, 就这么简单, 在这里今天就到这了, 谢谢大家, 把我话传出去, 现在这个节骨眼, 现在这个节骨眼, 谁在他妈的, 在抓这抓那个的, 没有证据的抓, 绝逼是搞破坏的, 某些部门派来搞破坏的, 你们记住, 有证据再说, 还有说有证据说, 徐晓东移民, 我早他妈理了, 知道吗, 我在他妈等卡呢, 现在, 听过了吗, 还说我什么, 还说我什么, 徐晓东骗钱, 哪骗了说吧, 徐晓东打假, 我告诉你了, 世界格斗世界将军华, 直播的, 他有提成, 你告诉他, 他给我一分了吗, 我一分钱都没有, 你们查去, 完了吗, 我他妈现在就靠我, 他妈上个私教, 还有他妈不要脸的, 还得二脸皮, 他妈给大家, 给我点资助, 就这么点了, 怎么了, 泡你妈, 我都他妈牛逼成这么样子了, 你们他妈的, 还他妈说我大外宣, 外宣你骂了逼, 卡丽西啊, 兄弟们记住了, 兄弟们记住了, 这民运你们, 民运正义的民运人, 记住了, 卡丽西这他妈就是歪瓜解枣, 就是他妈填片的, 傲傻逼, 支持鸭就等于跟我学东做对, 我学东看见一个给你家删, 骂死你, 谁他妈知识卡丽西我骂死谁, 就这么简单, 打今儿开始, 哪个民运骂我, 他妈就骂死他, 我说的是领袖, 小逼子都算了, 什么什么面具哥去你骂的, 你家是哪个基本毛, 跟我没关系, 明白了吗, 就凭你爷爷我啊, 你妈想起来, 我再来, 我在北京, 我在泰国, 来呀, 傻逼, 你妈, 听见了吗, 支持我的, 全家幸福安康, 永远百毒不侵, 侮辱我, 骂我, 和他妈的威胁我, 我都不害威胁, 他不害威胁, 还有误会我的, 烫我你妈全家死, 全是肺炎, 卡丽西, 我烫你妈这辈子, 你家别理我, 弄死你, 逼民, 这什么意思, 知道吗, 需要用预测的2020大事发生, 1月7号我在上海直播, 我就说了, 大家赶快锻炼身体, 有大事发生, 这回疫情我告诉大家, 大家多锻炼身体, 没错, 增强体抗力, 你们他妈得不了病, 知道吗, 就这么简单, 别跟傻逼似的, 带口罩你们的自由, 随便带吧, 但是我觉得意不大, 逼民, 我万岁, 大家万岁, 拜拜了您的, 我还直播啊, 我最近没事有直播, 因为我在泰国, 最近我礼拜二, 礼拜四都直播, 礼拜三有刷新的, 我找我们哥们帮忙, 给我发新东西, 会员群的, 谢谢, 关注我这个会员, 大家我每周三都有新的教学, 但现在回不了国内, 所以呢, 我发一些其他东西给, 每周三我以后, 回去都有各种各样的教学, 跟大家聊, 街逗的最多, 我教你们他妈怎么保护自己, 徐晓东这是真话, 上我的, 不仅能看我骂人, 我他妈真交东西, 我教你们你们他妈看去, 我的会员, 我他妈真交东西, 教他们真的遇到紧急情况, 要不然跑, 要不然防, 别他妈的上, 剑了刀, 别往前冲, 死得快, 剑了刀要后撤, 慢慢的防, 要不然就跑, 我不教你们他妈吹牛逼, 夺枪夺刀, 去他妈都骗了, 好吗, 大家新年打击, 虽然也他妈不吉利吧, 大家各自保重吧, 兄弟们, 还能说什么呀, 骂的今儿挺爽的, 还得说啊, 是我兄弟们的, 认为薛东对的, 把这个到处的发, 完了之后, 他们不看的, 你们节短视频发, 就是薛东喝出去了, 跟那帮傻逼的伪民运, 那帮害国贼, 不是有爱国贼吗, 现在还有出一帮海外的害国贼, 害, 害人的害, 害国贼们, 跟他们干嘛, 卡雷西我操你妈, 满脸他妈被他妈操成肿的超娘们, 人民万岁, 拜拜了, 您得,